记者黄美珠新竹报道,文化部表示,从民国102年推动实体书店发展补助作业要点上路迄今,他们已经补助了近70家字的实体独立书店,从事推广阅读活动或营运发展,甚至是开设,不过新竹县迄今只有瓦当人文书屋有申请,实际利用官方资源争取补助的业者比例偏低。 文化部也指出,今年配合423世界阅读日,让台湾跟世界同步传播书箱,另外又推出106年世界阅读日延伸串联计划,鼓励各县市政府提案,以县市图书馆为核心,串联各自境内的独立,连锁,网络书店或是书街,甚至数位出版平台一起推广阅读,打造书箱社会。 到7月有18个县市获准补助额度从10万元到27万元不等,其中新竹县结合境内8个独立书店一起利用暑假推动阅读,享乐生活计划也获核定25万元。 不过,新竹县小嫖虫儿童书店张嘉瑜说,近年官方确实很积极在扶持独立书店,他几乎年年获通知有哪些资源可以争取,但评估相关的补助都在事后到位,光公文旅行就可能要半年以上,所以在人力物力有限下,他直接选择放弃。 MR Book Cover 阅读,书卡的 Mary 说,自己只想一次做好一件事情,不希望为了搜寻官方资源,以致分成无法全力以赴打造自己想要的感觉,所以压根没想去争取补助。 石垫子69汉水石两家有机书店主卢文君说,独立书店算不算文化事业,还是单纯的从其买书、卖书的行为来看属于商业活动。 这会牵涉到官方对于补助,支持独立书店业者的态度,他个人倾向政府应该要适度的补助,不然独立书店业者很难存活,而一个城市没有书店,这是人类文化传承上面很大的隐忧。 瓦当人文书屋陈彦华很务实,他想圆梦也求安身立命,所以除了努力经营瓦当,也积极掌握可以把握的资源。 新竹县政府文化局局长张义甄直言,25万元看起来不少,但能做的有限,不可能用大拜拜的方式,让配合的独立书店与陆军展,定多只能共荣厚追求永续共存。 所以这笔补助款,他们在7月份陆续举办生活市集朱题书展、情侣展等活动,提供配合活动的独立书店曝光机会,再透过情侣展把相亲事情导引过去。 仿佛走动是阅读,帮书店和著书充满找到彼此。 独立书店敞荡新竹各有特色创造升级。 独立书店是家会。